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更喜欢万磁王 万磁王的各种超能力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很多人以为万磁王是虚构出来的人物 那他的超能力想必也是瞎编的 其实不然 我是在中科院物理所词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念的博士 我还真研究过万磁王 他超能力的背后是满满的学问 最早人们接触到的磁石是一种矿石 那它是尖精石磁铁矿 它的学名叫四样化三铁 那么这种磁铁非常有用 我们平常用的发电机 电动机都离不开磁铁 从指南针开始 磁学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 发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大家不妨想一下 如果没有电力的生产和使用 如果没有以光速传播的电磁波的产生和应用 那现在的社会将无法想象 大家想一想 如果你家里面没有电 那当然就没有网络 如果家里只有妈妈和作业的话 那你放学后你还急着回家吗 我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引力和磁力之间 只是我们生活的久了 大家没有感觉了 那鸽子在500公里外 它能够找到家 它靠的是什么 它靠的是能够感知地磁场的微弱的变化 那在这方面咱们人都做不到 我们是怎么认路的 我们是靠卫星导航 如果把卫星关掉了 那你手机里面导航也没有用了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当然不是 我们可以用磁导航 因为地磁是无法关闭的 在大自然面前 我们不能狂妄自大 那么今天 咱们就从万磁王的超能力开始 通过一些小实验 来了解一下 我们身边无所不在的磁 看过这个节目之后 在座的每个人都能成为万磁王 哇 谢谢 西汉以前的古籍里提到磁铁 提到磁石 那个字呢 都是没有这个十字边的 就是磁母手中线的那个磁 为什么呢 因为古人认为啊 这个石头 对金属的吸引 就好像母亲对子女的牵挂 这两种感情是共通的 所以它们不光是石头 它们还是这些金属的妈妈 欧老师刚刚讲的那个 结束笔特别吸引人 就是说 让我们通过万磁王 来了解什么是磁 那万磁王它的超能力 是有科学的基础的 比如说它有三个 非常大的超能力 第一个 它可以操控 可以操控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万磁王 第一个能力 就是吸引和控制 咱们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就来了 在新十万个为什么问题 张机当中 来自北京的宁宁小朋友 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请听题 请问我们拿着一块大锡铁石的话 可以吸引下链哪件物品呢 A 墨粉 B 铜粉 C 石墨粉 我们验证这个实验 我们从第一个 这个先从铜开始 咱们现在有个金字边的 这个字开始 铜 这个正义博士非常感兴趣 红色的 好 我们试试 我们从沿着这个瓶子的边 过来 吸不起来 吸不起来 毫无反应 我们再看这个 所以呢 第二个实验 我们用石墨粉来做 所以这个刚才 选红粉的小朋友 已经错了 石墨粉 吸到 大家觉得吸到了吗 没有 没有没有 一点也没有 一点也没有 好 最后一个 墨粉 打印机里的墨粉 看到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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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看起来了吗 哇 好 再来一次 当我把这个瓷铁 放到烧杯底部的时候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 这个墨粉已经起了变化了 然后顺着杯壁往上走 看到了没有 完全被吸起来了 所以呢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墨粉 长知识了啊 那为什么这个选择的答案是 墨粉呢 究竟墨粉有什么样的特殊呢 我们先来说石墨粉 其实石墨粉就是纯粹的碳粉 大家知道什么是碳吗 烧烤里边的 烧烤里边的是碳 对 把木头烧过之后 或者是把它变过之后 就能变成碳 其实刚才庭廷小朋友说的是对的 我们用的铅笔 那个铅笔芯 其实就是碳粉 其实就是碳棒 那刚才他说 磁铁能不能吸铅笔芯 大家回去可以试一试 有的是行的 有的是不行的 如果它里面含的有铁 我们就能把它吸起来 如果它里面没有含铁 完全就是碳的话 它就是石墨粉 就吸不起来 那么我们再来说铜 铜虽然说是金属 但是它不是铁磁性金属 所以说我们叫吸铁石 它吸不了铜 它只能吸铁磁性金属 铁磁性金属有铁骨链 那我们平常常见的就只有铁 就这个原因 小朋友们明白了吗 所以呢通过这个实验 那我们就证明了 这个墨粉确实是可以被吸铁石吸引的 其实墨粉之所以会被吸引 刚刚老师也讲了 因为这个我们墨粉里面控制 其实是通过这个磁场来控制那个墨的走向 然后把一个一个字打出来 我们刚刚呢在这个固体的墨粉 看到它被这个磁铁吸引 大家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 这样我们现在通过另外一个实验 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些 你还有更清楚的实验 我们把墨粉呢分散在溶液里面 准备一个透明杯子 一块强磁铁 适量墨粉和酒精 首先将少量墨粉倒入杯子中 再在杯子中灌满酒精 摇晃时两者充分混合 形成墨水一样的黑色液体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完全是一个黑色的溶液 是啊 那接下来呢 我们一样 我们用这个磁铁 磁力非常的强 我们来把它吸引一下 看看发生什么样的现象 然后我们看一下发生什么现象 有什么现象发生吗 大家看一下 看到了吗 其实它在运动了 其实它在运动了 你看到吗 这个水颜色越来越淡了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本来是沉黑的墨汁 现在慢慢地变清澈了 然后越来越清澈 如果我们这个摄像机可以拍到的话 你看到有一股像漩涡一样 非常非常清晰 像那个小的 很浓卷风 没错 这个像你这个磁铁集中 粉末状的颗粒在很明显 以很快的速度向我磁铁集中 你看 如果我把这个磁铁拉动一下的话 它跟着这个磁铁上下走 你看 我们如果看一下这个瓶底 你看还有剩余的 剩余的墨粉 以非常快的速度往这个磁铁 奔过来 太佩服你了 太棒了 你看在这一瞬间 我感觉我自己就是忘了磁王 这个实验的原理在于 墨粉的主要成分中含有铁粉 所以它会被磁铁吸引 解墨粉不容易酒精 当磁铁靠近两者混合的液体时 墨粉便被磁铁吸住 露出酒精的本来面目 人无法通过眼睛直接看到磁场 为了表明磁场的存在 我们创造了磁感线 磁感线有无数条 并且永远是从磁铁北极出发 进入与其最临近的南极 我们用磁感线的疏密度来表示磁场强度 磁场越强则磁感线越密集 反之则越稀疏 所以其实我们虽然说看不见磁铁之间的吸引力 但是我们刚才也就通过实验证明了 这个磁场它是存在的 没错 那如果按照这个说法的话 那其实我们地球既然是一个大大的磁铁 那我们也是无时无刻处在这个磁场当中的 而且我知道地球的磁场的南极跟北极 跟我们地理意义上的南极点北极点 它还有一个偏角 还不完全重合 是这样吗 没错 而且它不仅有偏角 好像是我们地理上的南极 应该是地磁上的北极 地理上的北极是地磁上的南极 这个说法 地理上的北极是地磁上的南极这个说法 它还不完全重合 还有一点点偏角 那其实我想首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任何一个磁铁它都有南极和北极 那么如果我拿两块磁铁 两块磁铁的南极 靠近南极的时候 它是相斥的 你看我的两个手放不在一起 如果我反一下 让南极去碰北极的时候 它是相吸的 对 其实地磁非常弱 可能作为道理呢 古代的中国人不是那么清楚 但是作为现象 中国人却观测得非常早 大家知道有一个东西叫做斯南 就是中国人最早发明的指南针 传说是战国时期河北磁山 用那个地方的带有磁性的石头 把它磨成勺子的样子 放在光滑的一个盘子上 能够指示南北 到后来呢 中国人就发明了指南针 指南针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 产生了非常了不起的作用 这个大家知道宋元以后 大航海时代的开启 就是有赖于中国的指南针 地球是一个巨大的磁体 它的周围空间存在磁场 因此地球上的磁体在自由转动时 就会为我们指向南北 中国古人很早就发现 并利用这个现象制造了斯南 在宋元时期又改进为指南针 用于航海 竟阿拉伯人传至欧洲 推动了大航海时代和世界文明的发展 其实没想到啊 就是这么微弱的这样一个地磁 它其实可能就改变了 整个地球的历史的进程 其实对于这个地球磁场而言呢 我觉得我特别特别的喜欢它 为什么呀 就是这个是因为 它跟一种自然现象有关 大家都知道在南北级 都会有极光对不对 我们都觉得极光特别特别的浪漫 但是极光其实就是这个地磁 这个磁场 保护我们地球存在的一种证明 极光曾经被认为是由于 龙在空中打斗形成 但如今我们知道它是缥缈的光 因为地球是一块巨大的磁石 所以从太阳射来的带电粒子流 也受到地磁场的影响 它们发射到地球磁场的视力范围 大部分发生了偏转 余下的从高纬度进入地球的高空大气 两者相互作用下 形成了美丽的极光 如果我们乘着宇宙飞船 越过地球的南北极上空 从遥远的太空向地球望去 会见到围绕地球磁极存在一个闪闪发亮的光环 这个环就叫做极光卵 万磁王究竟是利用哪种原理来悬停导弹 神奇大教授魏弘祥将带领萌娃一起感受神奇的羽洛术 我们真的可以像万磁王一样依靠磁力飞行吗 现在操刀体在黏着这个跑道在走 好 宠宝上千个应该就能把人给拖起来了 灯泡悬浮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在物理上面极光其实就是我们大地的磁场 对于我们的一种保护 那我们知道今天的主人公是谁 万磁王 我们一开始也讲到他有一种防御能力 我们来看看万磁王的防御能力是怎么样的 什么防御的 说到防御能力啊 咱们接下来这道题目就与这个相关了 请听题 题目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用磁铁让下面哪个高速旋转的物体停下来呢 三个选项 A 塑料盘 B 铝盘 C 哪种材料都不行 为什么 哪种材料都不行 因为我觉得要是它的磁铁在转动的时候 塑料瓶因为没有磁力 所以它根本就是那个磁铁也把它吸不起来 你选哪个 我选B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看它老戴着那帽子 看谁老戴帽子 看那个 万磁王 万磁王里面老戴个帽子 你觉得它那个帽子是铝的帽子 是不是 你很厉害啊 所以你就选第二个了 是不是 对 就是它戴着一个大驴块 所以我们还是一起来亮一下起板吧 所以我们还是一起来亮一下起板吧 我们来亮一下答案吧 三 二 一 亮 哎呀 全是C 全都是选C 这是《希望会成》开播以来最奇的一次答案 具体这道题哪个答案正确呢 我觉得还是应该通过一个实验来告诉大家 好 我给大家做一个实验 这是一个塑料盘 这是一个铝盘 那我首先要拿磁铁证明一下 塑料盘它是吸不住的 没有铁磁性 铝盘也是吸不住的 那我让它转起来试试看 然后我把磁铁推过去 大家看有没有什么变化 有没有变化 小朋友们 有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 那我们换一种 这个是铝盘 我把磁铁靠近 我把铝盘转起来 哦 一下就停下来了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很明显就是B 哎呀 所以我们 我们 我们 我们全都错了 小朋友们知道了吗 所以啊 你看咱们刚才提到万磁王 它能够阻止导弹飞过来 那我们这个旋转的铝盘 其实就相当于飞过来的导弹 那么这个磁铁 就相当于万磁王 因为它能控制磁场 它能发出很强的磁场 那么它就会让飞过来的导弹停下来 其实不仅仅是铝 铜 只要是金属 它都有这种效应 那么这里面有一点就是 为什么我能让铝盘停下来 就不能让塑料盘停下来 对 对呀 它也想来 为什么 因为铝盘 导体里面 它是能够导电的 没错 它能导电的时候 磁铁推过去 它就切割磁力线 磁度量变了 它不想让磁度量变 那它就让它停下来了 这个里面是不导电的 所以说它没有作用 当导体高速旋转 做切割磁感线运动时 会导致它周围的磁通量 发生变化 懒惰的大自然讨厌这种变化 它会阻碍导体的旋转运动 来抑制这种变化 直到导体停下来为止 棱次定律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有很多应用 现在大部分汽车 都采用这种原理 来制作刹车 可以减少零件损耗 我们看到魏老师前面有两根管子 和一个那个磁铁的环 你知道是什么管子吗 这是铜管 对 这是铜管 非常好 这是什么 看得出来吗 塑料管 对 这是个塑料管 那么你用磁铁去吸它一下 看看磁铁能吸入哪一种 塑料的好像不行 不行吧 铜的可以吗 铜的可以吗 铜铁 对 两种都不行 那我们做这么一个实验 咱们把塑料管立起来 立起来 这是一个磁铁 对 这是个磁铁 我送开了 你看 我们换一种材料 换一种材料 我们换成这种铜管 我们再来看一个 再试一下 再试一下 然后我用手捏着它 好 1 2 3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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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显 就很明显能看出的 非常明显 那我们再换一种 这是另外一块磁铁 这次咱们让它从里边跑 来 你自己往里面扔 你喊1 2 3松手 对 1 2 3 好像完全就是自由落体 自由落体 对 就跟扔一个东西是一样的 那我们再换一种 来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 你自己喊 你喊1 2 3 1 2 3 哦 这个像坐电机一样 哦 哦 那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还是愣次定理 对 其实还是愣次定理 就是因为这个磁铁 在通过铜管的时候 它的磁通量会发生变化 那铜管不想让它发生变化 怎么办 就不让你动 它就阻止你往下掉 所以说掉得越来越慢 哦 好 那看来啊 通过这两个实验呢 我们进一步地了解了 这个磁铁 特别是万磁王啊 它的这样的一些特殊能力 是怎么来的 不光是我们刚才说到的 和棱子定律有关的啊 这个防御作用 那么另外啊 它还有第三个 特别重要的能力 就是飞行 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哇哦 那究竟问他飞翔的奥秘何在呢 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 咱们还是来先打一道题 请听题 题目是磁铁无法隔空移动体积比它小的 浮在水上的哪一个物品呢 三个选项 A 塑料纽扣 B 麦片 C 木块 我们用实验来说话 磁铁可以移动漂浮在水上的麦片和纽扣 而木块却无法被移动 其根本原因在于水的特性 水具有抗磁性 一旦水暴露在磁场中 它会产生一种轻微的排斥力 在粒的作用下 水的表面形成一个凹陷 漂浮的物体 例如麦片和钮扣 就会滑入当中 而木块因为悬浮在水中 大部分位于水下 故不会滑入 也无法跟随磁铁移动 那我觉得还有一个疑问 魏老师 既然我们不能像万磁王一样 控制我们的磁场 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办法 我们也可以产生一些比较强大的这种磁力 让我们人能够漂浮起来呢 现在把人漂浮起来比较困难 但是我们可以把一些特殊的物质漂起来 因为比方说我们有一个比较强的磁场 那我们再找一个抗磁性比较强的物体 那它就能浮起来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实验演示一下 我觉得魏老师今天带来的这个抗磁性实验 是我学物理二十几年中间见到过 做过的最酷炫的一个实验 它叫超导体的抗磁性 那我赶紧来看一看吧 我们可以看到超导体是怎么抗磁 怎么悬浮起来的 我们邀请一个小朋友 和邀请我们的大兵 我们一起来做一下这个事 好不好 畅长来吧 好吧 大家看到了 这个大家伙 就是我刚刚讲的 我人生中我觉得最酷炫的一个实验 先我们介绍一下这条跑道好了 我觉得这条跑道 本身就很值得介绍 对 这条跑道其实就是一个磁的跑道 就是有磁起 但是它的形状不太一样 没错 对 你看在这个里面 它就相当于一个叫 莫比乌丝环 那它是怎么做的呢 慢点说 叫什么什么磁环 莫比乌丝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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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只有一个一面的环 哦 一面的环 它没有两面 只有一面 来我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纸袋 如果我这么叠的话 就有两面 对 它是有两个面 里面和外面 对 外面是一个面 里面是一个面 但如果我扭一下 注意看 我扭一下 再给它叠上 算了180度 就是里边和外边 它都可以去了 对 现在你给我分一下 哪个是里边 哪个是外边 就是里面 这个外面 你看啊 它是 你看我的手 随着走一圈 它是会回来的 它走一圈 它是会回来的 它这个莫比乌丝环呀 就没有里边和外边了 如果里面放个蚂蚁 它爬了一圈之后 它就是把里边外面全走过 把所有的面都走了一遍 对 它就只有一个面 对 你看在这个环里面 它是连续的一个带 但是你看 这是朝上的 这是斜着的 那这是朝下的 也就是说在这一个带里面 上下侧都有了 哦 那我们接下来 请出我们今天的 这个飞行者 超导磁悬浮实验 需要一块高温超导体 一个永磁体跑道 和少量液氮 首先我们需要把高温超导体 浸泡在液氮中 使它的温度 急速降低到零下198度左右 这样该超导体 就为此悬浮之旅 做好了准备 好 要马上要走了 我们现在要把这个超导体 放上去 现在超导体在 连着这个跑道在走 好 推它一下 我们再推它一下 让它跑起来 你看它在轨道上就跑起来了 它在轨道上 而且可以跑得非常 最重要的是它是悬空的跑 现在跑得非常的快 最重要的是悬空的跑 悬空跑的 刚刚灿灿用了一个 很小的力推了一下 它就跑得非常的快 因为它是完全悬浮在上面 没有任何的阻力的 怎么样 餐餐好玩吗 好玩吗 餐餐 就是可以把人 重把上千个 应该就能把人给拖起来了 如果它很大的话 人就可以坐上去 对不对 它可以坐成一个火车 对 那就是超导磁悬浮火车 那我们现在更希望是 做出来的超导体 本身就是室温的 就是在平常 不用液氮去泡 它也是超导体的话 那我们就能用来 真正的坐火车了 虽然现在用超导体 做磁悬浮做不了 但我们用其他的方式 是不是也可以用 这种磁悬浮的 这种模型 把它浮起来 你有没有听说过 上海有一个 上海有一个 磁悬浮列车 从荣阳路到机场 对 它跑得非常快 但是上海那个磁悬浮列车 不是超导悬浮的 它是电磁悬浮的 我们今天是不是 也有一个实验 可以让我们去看一下 那个电磁悬浮是什么 对 我通过一个小实验 让大家去体会一下 通过电磁悬浮 怎么能把它浮起来 好的 我们又有一个 酷炫的实验了 那大家看 这是一个灯泡 灯泡 普通的灯泡 对 这是一个普通的灯泡 那我把这个灯泡 慢慢地靠进这个黑盒子 这个灯亮了 灯已经亮了 但是没有接触到 对吗 对 还没有接触到 这个不但灯亮了 而且如果我把手 撤开的话 大家注意看 我手撤开 我把这个纸 拿一张纸出来 完全把它盖上 盖上 这个更清楚了 你如果看不到 下面这个装置的话 你就只能看到 这个灯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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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发生什么了 直接就掉下去了 对 它掉下去了 对 那是有弃力的吗 对 哦 这个是磁铁 对 参参观察非常好 参参很聪明 对对对 这刚好就引出来了 我们另外一个问题 其实它为什么能够悬起来 我把这个翻起来 给大家看 我们请魏老师揭秘一下这个黑盒子的奥秘 这里面其实这个圈就是个泳磁体 也就是个细铁石 那么在这个灯泡的底部 你看不到的里面也包了一个细铁石 刚才咱们说过细铁石 同性相斥 异性相吸 这就是同性对同性 它相斥 它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对不对 对 它是靠斥力把它给悬起来了 这个用的是同性相斥 这个用的是抗磁性 所以这个其实是用这个磁的同性相斥的原理 让它扶起来 但我们知道如果用抗磁性 除了用超导体 其实我们加一个很强大的磁场 抗磁性也是可以把一些物体悬起来的 对刚才咱们曾经说过 万磁王为什么能够把它自己扶起来 它用的就是抗磁性 它在地面上产生一个特别特别强的磁场 那其实除了这个科幻电影当中 我们看到万磁王的这些能力之外 其实磁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应用也是非常非常广泛的 说到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应用呢 我们的题目又来了 请听题 那么来自沈阳的一个叫杨阳的小朋友 给我们提了这样一个问题 下列哪项发明没有应用到磁力呢 A 微波炉 B 音箱 C 液晶显示器 正确答案是 C 终于不用被喷一回了 对对对 液晶显示器里面没有用到磁力 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 你如果回家之后啊 你拿一块磁器 你去靠近你的显示器 它会变颜色 它会不能正常显示 所以说它不能有磁性 那微波炉它其实就是用电磁加热的 它本身就是用的是电磁 你们知道微波炉是怎么用电磁加热的吗 它为什么会加热 小朋友们知道吗 用磁铁加热的 用磁铁加热的 不是 是这样的 微波炉加热 它其实是对水起作用了 那么我电磁波会不停地变方向 那么变方向的时候 里面的水也会跟着来回变方向 那么所有的水都变方向的话 它会相互摩擦会生热 热量是这么来的 欧老师我们刚刚还有一个选项 是讲音响 其实音响里面也有词 是吧 对 音响里面有没有词 我想咱们通过一个实验来试一下 太棒了 对 你看回家的时候找几个纸杯 找个铜线 缠个线圈 里面放个词起 那就能把事情出出来 你如果做两个 做四个 做六个 在家里面就能自己做 杜比5.1 哇 这个太厉害了 等一下 等一下我觉得有个问题 那魏老师 为什么没有磁铁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简单的线圈 有了磁铁 它就能变成 可以把声音扩出来的扩音器了呢 对 因为是这样的 就是通电了之后 在这个线圈里面 它会产生磁场 毕竟它的磁场是变化的 那它自己的话 它光变化磁场没有用 那你当另外一个磁铁 靠近它的时候 它就会相互吸 相互排斥 一吸一排斥 一吸一排斥 它就把这个底 就给震动了 开始震动了 那么这个震动的声音传出来 就是我们听到的这个歌声 那其实今天通过这些实验 我们真的能够充分地认识到 磁力不光是对万磁王很重要 对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今天呢 咱们这期节目 从万磁王的三项基本技能出发 探讨了磁力的奥秘 其实从中国人最早发明的指南针 一直到今天 我们探索的超导磁悬浮 人类的文明 有赖于这一点点科技的发展 发现发明 一点点的往前推动着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它推动的力量 就会落到我们现场 在座的小朋友 和电视机前的小伙伴身上了 一起加油吧 来到舞台中央 习惯我学生 大一大不光